很不错的,因为他们两个总统,他们第一个要求是什么呢?就是平等,他们这么做的话都是为了穷人的,但是在莫巴勒克总统就变成一个缺点,我不喜欢。 那个总统在那个总统的年代啊,埃及这边的腐败真的很严重啊,在他的年代啊,你要干什么?你要做什么?有两个方法,没有第三个,有两条路你可以走,没有第三条。 哦,这两个方法是什么?第一个,你走后门塞包包。第二个方法呢,我就用关系。比如说,我在某一个单位要搬休息的话,我先找一下在那边,有没有我认识的一个朋友,一个同学啊,或者一个亲戚的,让他可以出来帮忙。